大家好 各位早晨 這齣《Rock of Ages》已經是一齣舊舊的戲 但最近我看了那齣《La La Land》 令我想起這齣《Rock of Ages》 除了說兩齣戲是關於音樂之外 其實他們的題材有點像 雖然最後呈現出來的感覺是完全不同 兩齣感覺是南緣北徹是很不同的 但主題其實是相似的 而且這齣戲 我的目標來說 我也認為這齣戲不是一齣好戲 但我覺得裡面有些特點是值得去看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這齣戲我相信也不是十分多人看過 尤其是Tom Cruise是主角之一 但也不是十分多人看的 所以值得說一下 這齣戲好像《La La Land》一樣 他也是歌舞劇、音樂劇等那類的 他的故事是說有一個女生發明星夢 喜歡唱歌 去了La那裡 他認識了另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也喜歡唱Rock 喜歡打band、唱歌、做主音 他們兩個希望有一天可以有自己的舞台 他們就在一個夜店 在一個夜場工作 有一晚 這個Tom Cruise已經是一個Rock Star 一個天王巨星 他來到這個地方去演出 然後發展很多東西 對少戀人之間有些誤會 又說他們怎樣追求夢想 因為他們很喜歡Rock Music 但在他們的時代已經是過時了 開始流行Pop 即是那些什麼Backstreet Boys 那些流行朝同錄 不流行Rock Star 在一個時不我語的情況下 他還怎樣追夢呢 是這樣的故事 他裡面有很多其他Sidecast 配角次要的角色 這齣戲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你看其實有點像《La La Land》 但是他最後呈現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La La Land》是說一種有遺憾的感情 以及你是為了夢想的過程 是可以很殘酷的 他也有說追求夢想的那種艱難 但是最後這齣戲是一齣笑片 毫無疑問 他最後呈現的感覺是令你開心 過癮 是一個合家歡的電影 首先說一下我最喜歡這齣戲 我最喜歡這齣戲就是他裡面的配角 你看這個圖片 你看到他有一些很出名的演員 即是Tom Cruise 因為有一段時期Tom Cruise是不紅的 他自從在那個梳化跳完之後 有段時間其實他是沉寂了 那段時間他很聰明地 他就專門選一些 無厘頭 搞笑 偏滿的角色來做 那些是有很好的效果 他好像演過那齣戲 我都不記得 講諷刺越戰那齣戲 他演一個 即是禿頭肥佬 那齣戲很出名 其實Night and Day 他是演一個有型的特務 但是是一個有 即是有少少差不多瘋 有少少精神病 那樣的型男特務 還有這齣戲他演一個 Superstar 但是他是一個 整天好像拍了東西 那樣的Superstar 但是是好看的 因為由他來演 即是很有說服力 即是你是完全可以相信 你那個那個 真是一個Rockstar 即是他有那種氣質 即是他完全能演到 還有他在裡面 即是他也要唱歌 也挺好聽 即不是說很正 但是他演繹到 尤其是 例如他中間 有一首他唱 Death Lepard那首 Porsum Sugar on Me 我覺得他演得非常好 是很好看 我覺得是 除了Tom Cruise之外 好看就不再講 另外Alec Baldwin真的很好看 超好看 他裡面 Alec Baldwin也要唱歌 同人合唱 即是你留意一下 同人合唱 那首是真的笑爆嘴 唱得好聽 又很好笑 所以真的 真的沒得撐 近年他扮Donald Trump 是演藝事業翻生 但是他一向都有那種 即是你看這齣戲 你就知道原來他一向都有那種 那種戲劇細胞 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值得看 還有那個Catherine Sater Jones 我一向都不喜歡 一向都不喜歡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經常扮美女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般 那這齣戲裡面 他是好玩得 他是做一個瘋婆 做一個瘋瘋婆 他是一個反對Rock Music的八婆 他演得很好 還有他唱歌 有一段他在教會裡面唱歌 我覺得也是很好笑 你是要這些出名的配角 他真的能夠放下自己的身份 是要玩得很瘋 他才能夠演繹 是完全能夠演繹出來 觀眾看的那些是會覺得好玩 還有過癮 是成功做的 特別是Tom Cruise Alec Baldwin 還有Catherine Sater Jones 還有演繹Tom Cruise 就是有一個女記者去訪問他 那個金髮美女 就是那個Marlene Ackerman 我覺得也是挺好看 也是挺漂亮的 但是這齣戲有些都不太好看 那些歌都很好聽 這個就不用說 那些歌都很好聽 但是這齣戲有些人不太好 第一 我最不喜歡就是那個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有這麼好的配角去襯托 就更加突出他們是演得不太好 他們都是新演員 是不好看的 但是那個故事他們始終是主角 所以有很多部分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一定是要說他們 一看他們的時候你就覺得出戲跌 所以這一方面就是令人失望 他們都是唱得的 都是跳得的 但是都是差很遠 一說他們的時候 還有這齣戲我也是太長 這齣戲在有唱歌的部分 那些歌好聽 還有演繹得很好 但是他也有很多文氣 即是說話 不是唱歌的時候 一不是唱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節奏很慢 還有你會覺得浪費時間 很多人 你覺得你不需要知道的字節 你沒有興趣的東西 他都演出來給你看 所以出戲其實我覺得是太長的 我覺得出奇 你看這個 Blu-ray 它還有 那唱歌還 整齊 還有 開的 那本來一定太長了 所以那節奏是有點問題 但是它好看的時候 好看的部份我覺得是好看的 所以這齣戲我推不推薦 為了那幾個部份和那幾個演員我覺得是值得看的 但是你又要有心理準備 有些時候會令到你覺得這齣戲是一般的 所以我給這齣戲的評分是私家 不值得買碟 但是如果有機會看的時候 其實也值得看看